1.孟美琪C位悲化 今天火箭少女发出的海报中,之前本来是C位的孟美琪,站到了第二排,C位变成了有美迷子C位悲化。 之后鹅厂给出的解释是,11人共同出现时没有固定站位,也没有轮C的说法。 不过孟美琪的后援会反应很激烈,要求修改海报,还要求鹅厂道歉。 2.杜江出轨 今天霍思燕被拍到一个人深夜满岁。 杜江没有陪在身边,之前清晰的时候霍思燕的微博也只是借着节日打了一个广告,并没有拉杜江设恩爱。 之前就有网友爆料趁杜江已经出轨和同剧组的女演员,但是并没有实锤,无法证明两人的感情一定出了问题。 3.贾买亮回应 贾买亮今天被网友欧剧带着甜心一起游玩,之后贾买亮发微博回应这件事。 说自己是很有善的和网友及家人一起合影,但是自己也希望能有私人空间,还提到了李小璐,让外界对他们夫妻的关系有了新的看法。 不过贾买亮和李小璐现在,只是为了孩子再维持家庭关系,两人现在的工作和私人事情都是分开的。 4.一样掀起新歌封面抄袭 一样掀起的新歌封面被制宜抄袭 2.两张图片的相似度达到了90% 后来工作室站出来承认这件事,并且道歉,表示这件事和一样天洗无关。 是团队把关不言,新歌也被质疑抄袭Lady Gaga的Art Pop 后来制作人站出来发长弯做了赢鬼队。 B.表示两首歌的曲风完全不同,趁抄袭是污蔑。 5.陆汉朱一龙两家Battle 朱一龙粉丝最近趁朱一龙眼睛里有星星,之前陆汉的粉丝也这样形容过陆汉,这件事让两家有了冲突。 后来有博主趁自己被入一龙圈犯,还说陆汉严急目闹,陆汉将瞬间开思。 后来博主说自己说什么是自己的自由,但陆汉粉丝认为带数星拉彩,本来就是半圈大气。 现在两家还在一直Battle 6,某小鲜肉看肉体上位,某个小鲜肉,一出道就碰瓷个路南明星,其实是网红出身,一路睡上来,最后睡了一个老阿姨,成功出道,但是眼睛和外形都不被外界看好,出道后除了营销没有实力,很快糊了。